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一波水气移入了 各地降雨再度增多 不能够钓与清新 而气象局还特别针对了七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受到了滞留封面的影响之下 今天容易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尤其在中部地区 高雄 台东的山区 还有在屏东地区 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同时还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 持续来看到是天气走势 预计这样下雨的天气形态 至少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一 但到星期二的时候 封面南下到巴士海峡之后 台湾附近水气才会逐渐的减少 天气才会趋于稳定 不过随着封面南下 同时还伴随着东北季风增强了 带来比较凉的空气 各地的温度明显的都有下降 而且转凉 看到在北部地区 开始都有下降的迹象了 明后天北部的气温 大多都是在20度以下 而且低温下探16度 南部地区也会感受湿湿凉凉的 要提醒观众朋友 要注意添加衣物 不要着凉了 最后来看到是天气关键字 今天白天水气减少 降雨稍微的趋缓 但是晚上开始又有明显的雨势 外出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 另外就是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各地天气转凉 要注意保暖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